後來新聞剛開始來看愛吃奶昔的鄉親 今年可能這個奶昔會變成再多 但中華風向是來盛善黑鳥的奶昔 和煮米奶昔的三地錢 奶昔的人民說過半個月時間就能來採收了 不過去年的風向奶昔受到風態以及暖洞的影響 不但飛機煙熬 提出今年有的奶昔風結果率不夠一聲 我們知道這個天公白很無情喔 全幾日的河大河 讓最後春下來代表一聲的奶昔 全部都讓大河趴趴趴下來 中華進入採收機的風向奶昔 原本應該要摸摸時想不到三時滴滴落落 整地都是砸過 沒有拿起的奶昔也好不夠到尾氣 你看這裡的奶昔才有心 也把這個送好的 送好的是你先 然後你出的河大河全都撕去 全部都泡湯 都沒效 沒那麼受傷 這農民是很無耐的啦 很無耐的啦 這幾乎就沒了 沒有啦 你看這個沒有 這個還來一等下 河大河都撕掉了 這都沒效 農民安談這幾年真是拍年當 虎年撕 奶昔堵到寒流已經沒有受傷 今年也一樣 因為各個率不好 算不到幾乎的奶昔又堵到大河 現在也沒有到幾乎 原本想要看一堆滴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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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些人收了 拜託我們 頂民 管府 農民 想不可以讓農民到三天來幫我們補償一下 廖農會表示 荒航的奶昔政治面積大幼是270公斤 一分地可以收2,000斤 過年因為寒流就已經沒有受傷 今年一樣也很賣 希望 荒舍年一分地差不多都能收差不多2,000斤 每斤都差不多在20塊左右 像今年 欠收 真的很慘 因為他今年還沒上去 所以他上去年的計算是一斤差不多40至50塊 然後今年根本就連收就沒收了 別說四五十塊 連一百塊就沒了 因為今年分的內籍三龍真壞 每年基盤的內籍文化圖 強行電線兩年筆筆出銷 鄉隆匯也將福德農民專前吉他作文 人前比較重要的是 先回到內籍村海賓借鄉管府政策保祖 大中華新聞 張西良芳芳 蔡芳報道